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谭武林 我国民众白兹党 很多人说 我们来放弃 我们来保护 来完留 《白色恐怖》跟228这种事情 他对一个家庭的伤害不是只有当事者 他伤害的可能是这个当事者的爸爸 他的儿子 你影响到他的儿子 就影响到他的孙子 所以这样的伤害非常大 这种疲惫 这种疲惫 把他抖手跳在那里 呢 魂长 我喜欢 1949年3月 ・晟伍镇出生在平东县万铝香嘉禾村 家中经营德安中药房 排行老二 这是我的老家 老家在这里 原来后面 还有一个 很有规模的三合院 那个三合院 都是石头盖的 石头为墙壁是石头 这么大的石头 堆砌起来的三合院 可见我家里会穷 是家到中落 因为那三合院蛮好的 到听说是我祖父盖的 因为盖房子借贷 结果忽然间生意不好 就家到中落 从我小时候我就知道 我家里就是一直在负债 这种状态 这种状态 我以前泄汗 就要帮忙 我妈妈在做三口 帮人做三口 我爸爸过点 全我知道 我爸爸如果在家中 cafe前后就要擅长 有时候就要 印糧印 有 miał 要做工作就對了 總有一點收入 有一點收入 這樣到 這樣過日了 那時候不太好過了 我在這個學校 讀一年級到六年級 因為我家住在附近 所以我就會到這個地方 這個學校的校園 就是我的遊戲場 那像後面這個雞蛋花 這一顆雞蛋花比我年紀還要大 我會爬到上面去 走過去 小孩子走到那邊去 看著水池裡的倒影 那已經很刺激了 水池還有寄雨 有時候會有烏龜 這個是我常常來的遊戲場 我熊巧都很喜歡畫畫 我的課本周圍都是畫漫畫用的 課本周圍有一些空白的地方 是拿來畫漫畫用的 那個時候鼓勵升學 要考潮桌中學 那個時候就是唯一的目標 但是有的時候 學校裡面也會象徵性的 舉行美術比賽 我都會得獎 老師都會當面說 你畫得不錯 小學的志願就是當老師 美術老師 其實那個時候應該也不是說美術老師 因為我在學校裡面看到的 也沒有美術老師這件事情 就是有的老師比較會畫畫這樣而已 所以那個時候也不曉得說 當美術老師就是當老師 那是一條必須要走的路 因為家裡經濟狀況已經很差了 所以我一定要去當老師 這就是要讀工會學校 我在這邊讀的時候 被歷史老師罵 我當個全班罵 不是跟他罵我而已 他就罵說 那歷史老師是外省老師 他說你們台灣人都是 日本人的奴隸 都是奴隸性很強 我就想這干我什麼事 我又沒有當日本人的奴隸 我又沒有什麼奴隸性 為什麼我要挨罵 我也忘了他為什麼要這樣罵 他可能交到 正好交到台灣的歷史 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戰 中國人跟日本人 怎麼樣打戰抗戰的歷史的時候 他就有感而發嘛 就罵了 因為我們大部分的同學 都是本省人 我是不讀師專不行的人 因為我們家裡很窮 我曾經跟我爸爸提起說 我初中畢業以後 要去考高雄中學 我爸爸跟我丟下一句話 好 我借錢讓你去讀 所以我就斷練了 我不敢想像 讓家裡借錢讓我讀高中 也就是說 我如果沒有來讀師專 就失血了 當時台南師專 是所有的師專 也會分數最高的 那麼我 因為考的成績很好 所以就從台南師專開始 田 就進台南師專了 以前美術教室不夠用的時候 這邊還有一個美術教室 就是這個地方 好像就是這一棟沒有拆掉 舊的美術教室 第二美術教室 我們都在那邊活動 我看剩下的大概只有這個 小王子還有紅樓 其他都不見了 暑假的時候不回家 留在學校畫畫 是很好的事情 有一年 有一年 過年 我都沒有回家 去找我們 去找我們家的人 那為什麼你不回去 因為我想畫畫 回去過年很無聊 我到師專來 我們的美術課的時候 王家成老師上課的時候 他就會常常拿 武正老師的作品 來給我們看 所以我那時候就對他印象很深刻 我就覺得 因為我比較崇拜 很會畫畫的人 如果有人畫得比我更好 我就覺得說 哇這個太了不起了 我就會很崇拜他 所以以前在學校 我就是常常聽到他的名字 我知道他是畫得很好的人 我認為這一輩子 對我影響最大的就是王家成老師 他讓我最感配的地方是 他當老師 他並不會說你們一定學我的 他會 偶爾會這麼問你 陳武正啊 你有沒有聽過 柴可夫斯基的第一號鋼琴協作曲 他會這樣問 當然沒有聽過 我們一張白紙當然沒有聽過 老師都這麼講了 去了解一下 類似音樂的是這樣 他也有時候會問一下 你有沒有讀過卡蜜的一鄉人 或者讀過哪一位日本作家的 哪一篇短篇小說 他會這樣 他在想辦法擴展我們的視野 這是我的老師 王家成先生 在我讀書的時候 我曾經有跟他 有一段對話 我就把我對政治的不滿 告訴他 我說這個 我們這個政治不對 我們現在憲法根本就沒有實行 被那個什麼 臨時條款架空了 講了很多 其實這些話 都不是我自己想的 我沒有學校 那些人都在餐餐做書店 在福建路 跟他們的教學 去那邊 看禁書 自有中國 大部分是文心 李敖的文章 所以李敖害得我好慘 李敖罵蔣介石 蔣家正群 很痛 我把我看到的都跟王老師報告 他就說我們現在的政治叫做開明專制 好像有道理 其實也有道理 其實也有道理 如果不是有道理 我還沒出事 好像有道理 其實沒有道理 但是我也 好像有道理 就結束了 我也不能再 老師這樣說 我總不能跟老師吵架 這個內心的不滿還是沒有辦法解決 可以說反而更加深 連我的老師都沒辦法解決 去畢業以後去當兵 就帶著這樣的不滿去當兵 1969年7月 陳武正於台南師專畢業 分發台北縣萬里香大平國小 依規定報道後 9月 陸左營海軍新兵訓練中心 我在長久的不滿 還有在新兵訓練中心的那種 比較不自由的生活 讓我感覺到很大的壓力 那麼這個不滿 在我做一個禮拜以後的信項測驗上面 就爆發了 信項測驗有問卷跟答案卷 那我是把那個問卷翻過來 在問卷的背面寫反中央反罪國民黨這幾個字 我是認為我有時間把它塗掉的 但是教育班長提早收卷 他從後面把那個卷子收走了 那個問卷上面是有編號的 那哪些人用過這個問卷 他一定找得到 所以我就想了幾個小時 以後我就向輔導長報告這件事情 我心裡想說我可能被關禁閉 好 那我果然被關禁閉了 關了一個禮拜 沒把我放出來 關兩個禮拜也沒有放出來 三個禮拜也沒有放出來 四個禮拜以後 我就被叫去問华了 叫到什麼地方去 我看到的那個是 左營海軍軍區的軍法處看守所 然後描了一下卷中 上面寫的按鈕是叛亂 那這個事情就 就很大條了 結果我就 當天固暖就被宋軍看守所 我自己很在意我犯了什麼罪 我會受到怎麼樣的懲罰 大概每一個勞訪裡面都有一本書叫做六法全書 六法全書包括所有的法律 所以通通代訂都有印在裡面 那我翻六法全書裡面有承治判斷條例 承治判斷條例我通常是第七條 第七條是最少要判七年 我就有心理準備要判最少判七年 然後忽然間就聽到就說 不 那每天就托車發生那種冰 發生大事 就好像知道說 我們爸爸媽媽就在家中 就拜託什麼 拜託什麼 就好像知道說這個孩子 不知道要怎麼處理 有路沒有辦法走 沒有那個人不賣 有路沒有辦法走 他就可能不可能回來了 這個好像這個比較有出團 這個還要抓魚了 這樣 就不會說話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好像這個比較有出團 他在家這樣問問我會煩惱 煩惱只有孩子不知道要怎麼做 好像他比10千而已 他們畢業了 然後我就升上五年級 上課 老師就跟我們講說 你們那個學長陳武鎮出事了 然後我們都嚇一跳 說怎麼樣了 他說他被抓了 其實在老師告訴我們消息之前 聽說也已經有人到學校來查過 他的同班同學都被問過 我們是聽到消息後 大家會很驚慌 老師就告訴我們說 我們一定要想辦法去看看是怎麼樣 所以後來有一次老師就說 要去左眼看守守看他 就帶我們要去的人一起去 可是只有老師能夠進去看 後來就有老師出來了 什麼樣 情形怎麼樣 他說 就還在裡面 我們回家吧 反正你們也不能進去看他 後來在學校裡面 老師上課就跟我們講說 以後就不要再提他了 就不要提才不會有事 反正他就是以後再說 老師也沒有再提他了 不過有時候會再把他的作品 我們上課他會用到時候 他會拿作品來解說 所以我們還是不會忘記他 因為還是市場會看到他的作品 最終海軍第一軍區司令部 依軍事審判法第173條前段 層次判亂條例第7條 第12條 刑法59條第62條 判處陳武正兩年有期徒刑 並於判決書記載 陳武正書寫有利於叛徒之宣傳標語 安齊書寫時 已為林彬郭永宏窺見 胡說八道 這已經是胡說八道了 他就是要入人於罪了 下一個梯子十天以後的人才會看到 也會看到 我今天才知道有這種事情 更可惡 我們現在在的這個大的停車場 以前是台灣汽車 有一個很大的一個車站 這裡是一個轉運中心 我被從走營海軍看守所 我沒有上訴判決 就等於判決確定以後 我就要離開看守所 被發見執行 那麼我就被帶上軍車 然後我不曉得我要去哪裡 然後經過這裡的時候 他讓我下車 讓我下車 押送我的班長去上廁所 他們也讓我上廁所 我那個時候 走下來的時候 手銬是靠在手上 我要走過後車大廳 很熱鬧的後車大廳 很多人 大家眼睜睜看著我手上的手銬 我真的羞愧得無地自容 我是一個老師 我為什麼淪落到這個地步 我寫的那幾個字 有那麼嚴重嗎 何況任何人都沒有看到 我要被判斷 要受到這種對待 我穿過車站大廳的時候 真的非常慚愧 非常後悔 非常羞愧 我不自覺地 要拉衣袖來蓋住我的手套 可是一拉 我穿的是短袖 從那個時刻開始 我就知道 我跟國民黨蔣家政權的冤寵 已經無解了 這個隧道 在我印象裡面非常強烈 因為我被送進去 穿過這個隧道以後 在我的想法裡面 我的牢獄生活 從這個隧道裡面開始 穿過去 就是另外一個世界 我們都知道 在這邊有發生過太原事件 我被送到這裡來的時候 是太原事件發生兩個多月 差不多三個月的事情 在這邊 我的印象是很嚴格 比如說我在左營海軍看守所裡面 它在牢獎裡面 就有一個小水池 可以洗澡 那來這邊呢 牢獎裡面沒有水池 聽說以前他們是可以到外面的 另外一個有水池的房間去洗澡 在我來的時候已經不能去洗澡了 就是洗澡要在牢獎裡面解決 那在牢獎裡面怎麼解決呢 用一個塑膠碗 那個時候的 我們現在的塑膠碗都硬的 那個時候有一種比較軟的塑膠碗 把塑膠碗塞在那個 那個墩式的抽水馬桶的出水孔那個洞 把那個洞塞起來 然後沖水 沖水以後那個水就灌滿這個馬桶的水池 就從那裡面搖水起來 洗頭洗身體嘛 我有一幅畫就是描寫那種形狀 當時這裡面有兩棟尖 一棟叫做人間 一棟叫做藝間 人間在比較靠近大門的地方 藝間在比較裡面 我們都是在從部隊送過來的 據我知道 會送到這裡來都是在部隊裡面 廚師被送過來的 在部隊裡面發牢騷 那個時候在裡面關的政治案 除了我們這些不吃孩子 以外都是重刑犯 無期徒刑 因為無期徒刑的人是不能假釋的 所以他們都已經關了二十幾年 快要三十年的都有 像林書養先生就關很久 我在跟林書養先生關在一起的時候 他給我一句話 讓我感到非常的印象深刻 進去第二天還是第三天 林書養先生跟我走在一起 他就跟我說 說年輕人關他就關了兩年 你要向他動作人生的plus 也讓他變成你的人生的minus 這幾位很勵志 但是這幾位在一個武器途中 人生不希望的人 會隨便說出來 見到特別 另外我去跟郭鎮淳先生 進改造會的時候 郭鎮淳先生就教我日文 那麼他教得很好 我被他教了六個月以後 我就可以開始閱讀日文的書籍 那個時候我們裡面有一些日文書籍 後來郭鎮淳出議以後 郭鎮淳先生都跟他說 三個月不是六個月 他說我很聰明 三個月就已經畢業了 這是在那個時候 我在獄中的兩個比較特別的事情 我在這邊關的那一年半的時間 沒有人來看我 為什麼 因為我們都很散 我們不能負擔這個車費 所以沒有人來看我 這出事在單車人家庭 出事在家庭的人 煩惱 這已經很不應該了 我不敢期望人家來這邊看我 我們現在看到這一段 又長又小的隧道 當時這個隧道是唯一進入太原幽谷的出入口 所有的交通靠這個隧道維持 所以太原事件 是一個不可能成功的事件 因為裡面就是盆地 除了山以外就是幾十公尺深的河谷 不可能成功 不可能從這邊穿過去 他只要一排的兵力在這裡 你六個人怎麼跑都跑不過去 我認為太原事件 在台灣的歷史上 是一個很重要的事件 太原事件 激化了一段時間 那有 後來就有六個政治犯 逃出去了 其實這個事件 牽涉在裡面的不只六個人 幾乎所有在監獄裡面的獨派政治犯 全部牽涉在裡面 那麼後來這六個人被捕以後 有五個人被判死刑 槍斃 一個人又被加判十五年 其實如果說這六個人 在嚴刑靠打之下 他們要全盤脫出的話 裡面的獨派政治犯 可能還要再死好幾個人 後來這些獨派政治犯就非常感謝他們沒有供出來 經過幾次特色以後 獨派政治犯都出去了 那麼他們就一直很感謝這些 這六個人 他們就 募集了在這些獨派政治犯裡面 募集了三十萬 要來蓋太原事件紀念碑 原本大家是希望有 文件會 的 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來 主導這件事情 經過幾個波折以後 都沒有成功 我認為他當時的社會氣氛 還沒有到那個 可以 蓋太原事件紀念碑的氣氛 後來 這些政治犯都連老了 一個一個都 慢慢的走掉了 不得已之下 他們就委託我設計建造 在埔里裡面的一個台灣聖山 一個私人的土地 私人的醫生成立的一個台灣聖山 我去設計建造 我覺得那個地方不太理想 那個紀念碑蓋好以後 我覺得說 還可以在別的地方蓋 那麼最近 太原事件牽涉在裡面的六個人 經過轉型正義促進委員會 宣告 無罪宣告 好啦 那這個事情 是震盪的 是震盪的 所以我認為 由公家單位 出面來蓋太原事件 幾年被這個事情 這個時機已經成熟了 我認為最恰當的地點 就是這個太原優谷 十一號省道 的門口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腹地也夠 遊客也多 可以蓋在這個地方 這是我的心願 我認為我應該為 這六位壯士來完成這件事情 我被從國防部太原感訓監獄釋放以後 當然第一站去 當然第一站去 我被從國防部太原感訓監獄釋放以後 當然第一站去 就是回家 回到家裡 家裡的人會準備豬腳面線 然後第二個我去 拜訪的地方是 我的母校 台南師專 然後第三站我就到桃園 去拜訪南夢想學長 我認識他當然是 因為在台南師專 他滿我一屆 那我覺得武正來說 他是一個比較冷靜 比較理智的那個 他這樣一個性格吧 但是他沉默並不是說 會不理人 而是說他其實他還是滿隨和的 那我在我的印象當中 就是因為他當時在左營 他是海軍艦艇的 所以就是好像出了事情之後 在被激流的期間 我收到一盒明信片 他胃不好 所以希望我能夠幫他激藥去 而且那個藥必須要沉藥 所以我還記得 就是我特地買了兩罐那個 那個衛傘 那個也滿有名的 結果我寄過去給他 不過事後 我聽武正在提到好像 有些 因為那時候 這些狀況之外 大家都很怕受到連累 所以好像都不太敢 他發生這樣的事故之後 就不太敢去跟他做聯絡 釋放以後 我去拜訪他 我們就一起到台北 南洋街的書店去 那邊有一家書店叫做 好像叫做三行堂 那就在三行堂那邊 我看到一本日文雜誌 美術雜誌叫做美術手鐵 我看的內容非常喜歡 我就告訴蘭夢想學長說 這一本雜誌編得非常好 我很喜歡 我的學長就把老闆叫來 說可以不可以訂 老闆說可以 我的學長說訂半年 那麼就付錢了 付錢了又要寄嘛 老闆就把寄件的地址 跟手具一起拿過來 要寫寄件地址 我那個時候就很高興 我想我的學長看 我就可以借來看 那麼寄件單交給我的學長 我的學長轉身就交給我 他叫我寫我家的柱子 他說這雜誌是訂給你看的 因為日文反正日文我也看不懂 我是訂給你看的 從此半年內一直寄過來 每一次雜誌寄到我家 我就會想起我的學長 我下決心 我絕對不可以辜負他對我的期望 我一定要把藝術創作這一條路 一直走下去 我去看他那一次 那個是冬天很冷 可是他穿得很單薄 他本來就很瘦 又很瘦 就穿得很少 然後腳上穿拖鞋 我們去看他的時候 那個老闆就很開心的 就 小姐來看你了 你提早下班 你陪他們去走走 去愛河走走 提早下班好了 就讓他帶我們出去外面 然後我同學 他是住在南紫 他就先坐車回家 然後陳武正就陪我走 在路上我就問他 我說你還畫畫嗎 因為這個是我最關心的事情 我說你還畫畫嗎 他就沒有再畫了 那個水彩都乾掉了 我就現在只想著怎麼過日子而已 我就跟他說 不行啊 你怎麼可以不畫畫 你一定要繼續畫 你是全校畫得最好的 路上就一直撈刀 就一直講教他一定要畫 他就一直說 我氣在心裡 就不會等我再說 我就一直講 我很愛畫畫 我巴不得全天下的人都來畫畫 然後他後來跟我說 還是聽到這一句以後 他就比較不生氣了 那天要回家的時候 就分手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我以後可以寫信給你嗎 我就想說 好啊 因為這樣面對面這樣 一直跟你講一直囉嗦 時間也不多 你要跟我寫信的話 我就寫信 就在信裡面可以拼命的 可以繼續囉嗦 所以就開始跟他通信 後來他父親過世嘛 然後就回來奔商 我們就結婚了 就停止了 因為就已經住在一起 就不用寫信了 後來為了另謀深入 陳武正北上到板橋一家文理補習班當導師 1971年 兵役課調陳武正去補服兵役 陳武正在軍艦上過了兩年的海軍生活 於1973年退伍 1974年 帶著退伍令 陳武正到偏鄉的大平國小報道 開始了教職生涯 我第二次來報道一個禮拜 我的爸爸就心臟麻痺過往了 我聽了又很難過 我幾乎是半跑半爬衝下去 就那個階梯這樣衝下去 到高坎坎 拜託有摩托車的人載我去問你 沒有人要跟我載 一路一直走 我是非常的懊惱 我是全家裡面唯一有讀書的人 全家的人省吃減用就是讓我讀書 結果我去當讀完畢業的 大家都覺得可以鬆一口氣的時候出事了 然後等我可以回來教書了 我爸爸就忽然去世 要出生氣 我摩托車摩摩 因為我自己一面 我自己覺得說 我為什麼會這麼傷心 我為什麼會傷心到這種程度 我自己一面還有一面 一面這樣想 1975年 陳武正請調到台南縣東元國小服務 一學期後 再以美術專長考試的方式 轉調至新營國小 擔任六年級的美術老師 從此入籍在妻子陳玉珠的故鄉新營 竹巢長居 後來我要調走的時候 前幾天我就一個一個教室晚上去 我們晚上大家都在自己的教室裡面批改啊看書啊 然後我去一個一個教室裡面去跟他們辭行 其中有一個女老師就跟我自擺 他說這一個學期是我在監視你的 校長叫我特別監視你 其實他這樣講我也是笑笑啦 因為我知道沒受到監視才奇怪啦 這樣已經很客氣了 我在這邊一共服務了29年 調到這個學校來馬上當年一調來 就考取成功大學電機系的業見部 讀成大電機系的原因是 因為這是一個很實用的科目 很實用的學問 萬一哪一天換了一個對我有敵意的校長 他如果想辦法讓我不要在這個學校的話 我也許可以有一技之長 最差最差也可以當水電工嘛 那段時間可以說非常忙 要教 要上學 可以說一天24小時都用掉了 除了睡覺的短暫的睡覺時間 那麼也有一個好處 可以讓監視我的人知道 我努力工作 努力賺生活費 努力求學 沒有其他的想法 管區是常常來 那個時候我都以為是 大家都 大家都一樣 有一個情況 有一天是我女兒 大概差不多小三小四 有一天她回來的時候就 她在路上跟她的同學聊天 她同學就說 他們家從來都沒有警察杯杯去過 因為我女兒跟她講說 昨天警察杯杯又來我們家 什麼什麼的 他們就說奇怪 我們家都沒有警察杯杯來 你們家常常有警察杯杯 因為她都會講 我那時候才猛然發現說 原來真的是在監視 我們一直都沒有讓小孩子知道說 爸爸以前發生過什麼事情 我們小時候我覺得被保護得非常好 什麼都不知道的一個情況 一直到他們自白之前 我們什麼都不知道 什麼都感覺不到 那要花多大的力量 才能夠去做到這一點 兩年了 那甚至有些人是一輩子 或者是十年、十五年 那沒有辦法想像的那樣子的生活 太可怕了 經過五年奔波 陳武鎮1980年順利取得成功大學奠基系學位 隨時可能工作不保的陰影揮之不去 使陳武鎮也開始接觸逃逸 希望培養另一個可以謀生的技能 保留人生的退路 並在1991年成立了陶藝工作室 陳武鎮的生活日漸穩定後 他對兒童美術教育深入的探討 翻譯出版了幾本相關書籍 在陶藝領域也有許多家機 唯獨不再提筆繪畫創作 直到1987年解言 其實我是一個很想創作的人 但是在解言以前 我知道我是一個被注目的被監視的對象 所以我就不能畫畫 所謂不能畫畫是不能畫我想畫的畫 我想關心的題材就是社會上的不公平 不正義 所以我就在解言以前這段時間幾乎是沒有創作的 當然我有一些我稱為沒營沒養的作品 就是畫人物 畫風景 畫鏡物這一些作品 那麼台南師專的指導老師 他在我開始要教書的時候 他就一再地跟我說 留得青山寨 不怕沒財少 我把這一句話當作我的生活作用 後來解言以後 果然我開始有財燒了 解言以後我就開始 比較慢慢地放開心裡面的那種拘束 我開始畫的那種同學的畫像 那種無奈那種心裡面的不滿 所以就更加明顯 畫那些畫已經沒有人管我了 解言以後正好陳水扁當台北市長 陳水扁就開始辦228美展 陳水扁台北市長卸任以後 又辦了一屆還是兩屆 然後就沒有人要辦了 後來海洋文教基金會接辦228美展 我去邀請他們參加畫展的時候 武正老師都沒有講話 他就是嘴巴雨臉雨臉微微的笑 每一次畫展他都給我一個人 每一次四次的畫像 就是一個人很無奈 你仔細看 偷偷看 就是同樣一屆畫 可是你仔細看裡面 還是有些微的不一樣 同樣是無奈無緣 還有不曉得要怎麼樣子講的那種 想要講 不講不出來的那種氛圍 四年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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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14年 他同樣都給我展這一幅畫 後來 結果那個策展的 主要的那個策展人 他就跟我講 他說陳老師 我們這個228美展 你種這樣的奏品不夠 我希望你是一個政治受難者 我希望你的作品能夠更確體 我不能接受 我就跟他講 我不能接受 命題作文這種事情 那麼 其實後來我回家以後 就 在想這個 結果在 下一次的228美展 我就送件 送去的作品就 有受難 兩件受難 那麼一件是一個人 關在獨居坊裡面 在那邊 思考的樣子 那麼另外一件是 陶瓷的 綜合媒彩的 有釘子啊 陶瓷的人頭啊 這樣子的 接下來 我就 開始畫政治犯系列 其實我要從 解緣以後要到 能夠開始畫政治犯系列 大概花了十二三年的時間 花了這麼久的時間 才慢慢解開心裡的智庫 接下來就 政治犯系列 然後就一發不可收拾 就到現在為止已經二三十個系列了 他是一個做過勞的人 然後感受非常敏銳 所以很多東西 你根本不可能會 會有辦法去呈現的一些場景 或是說歷史 只能夠透過他的畫 所以我覺得他的思考啦 他的表現 而且他是很強的表現主義者 所以他畫的畫 我們覺得相當精彩 那後來我們認識之後 第一個先幫他出一本書 叫做 《孟回太原》 那是文建會幫他出的書 然後接著呢 陸陸續續把他的畫作 放進去那個展覽裡面 那裡面展覽有包括放在總統府的展覽 也有放在景美人權園區的開幕 或者是地道的展覽裡面 在此之後 陳武鎮長期參與人權相關活動與演講 展覽 創作量更是驚人 著名的系列畫作 著名的系列畫作 包含《虛擬巨惡》 《行球》 《陰影》 《家屬》 《槍決》 《判決書》系列等 也出版了許多相關畫集 以人權畫家的身份 持續在美術界發表作品 每一次要創作一個系列的作品 我都要讓自己盡量到盡量回復到 二十歲三十歲的年紀 讓自己處在那個很趕 非常憤怒非常迷惘 那種狀態來創作 我每一次都要培養這種情緒 我認為一個藝術家 不管哪一個領域的藝術家 他最精華的年紀 就是十八歲到五十五歲這一段時間 正好這一段時間 有絕大部分都在戒嚴 在新外一百條廢除以前這一段時間 我就不能夠創作我愛創作的題材 我就錯過了這一段時間 如果說陳某人這一生有什麼遺憾的話 我想這是應該是唯一的一件事情 在中正廟的展出 我認識我的那些朋友 藝術界的 人權工作者的那些朋友 他們的期望 他們認為我的作品 要拿到中正紀念堂 去中正廟跟蔣介石的文物 去對決 對我來講 這是一個很意外的 我沒有想到它真的會實現 因為大家就是這樣說說而已 我沒有想到真的實現 中正紀念堂也要轉型之一 它不應該再是一個個人崇拜 對蔣介石的個人崇拜的一個紀念的地方 因為陳武鎮曾經畫過一個系列 他畫了一系列的判決書系列 就是蔣介石的鷹槍決科業 就把它直接進去他的畫作 他的油畫 那後來甚至他有雕刻 他用木頭雕刻的那個直接就是 把蔣介石干預這種軍法官的判決 這些就直接就馬上曝露出來 非常精彩非常震撼 我認為說台灣如果在轉型正義上 能夠透過藝術來傳達某些 值得跟所有的民眾 遊客觀眾 扣緊的話 我們彼此都要接受挑戰 不必受限於說 這個是不是太刺激了 太直接了 那我們就要訪問 像武鎮的判決書那個 是太直接嗎 還是屬於藝術的隱晦的創作 它不是一張 蔣介石批的公文這麼單純 它後面是事關別人的生命 總是這個時候這個時代不是對抗的時代 但是面對歷史必須什麼 真誠的投入想要認識嘛 不然是會找到什麼樣的真相 作品能夠連結到觀眾那才是重要的 讓觀眾去提出自己對過去歷史的認識 或者是挑戰 對我滿震撼的就是說 一起用視覺式的教育方式 來細說這個過往的歷史 光看畫本身就已經是有點震撼了 甚至有一點點負面的感覺 你一時之間的話 你不知道接受它還是要去探討它 對於這方面呢以前接觸的很少 但是 也難以說出境最重的 看了 心情有一點沉重 真的秦深到了那個展場的現場 然後配上老師的解說 其實可以理解為什麼 為什麼老師的創作可以讓 我這個跟白色恐怖時代沒有任何接觸的人 可以有那麼深刻的體悟 如果能夠進一步到各個學校呢 去行為展覽 能夠去給現在的學生 小朋友們更加的了解 這樣一段歷史 讓大家去珍惜民主自由 轉型正義缺的一塊就是加害者這一塊 這個大家都很清楚嘛 沒有加害者是受害者心中的很大的一個遺憾啊 要把加害者找出來並不是說要報仇 讓他展現在社會面前 只有這樣才是真正的轉型正義 這種把加害者找出來 站在亮出這件事情 到現在做的事情很少 你不做 檔案 會消失 不做 人會饒死 所以 這件事情 對受害者 是很殘酷的凌恥 我去看他的那一些創作 然後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跟他聊這個話題 我光看 用看的我就覺得很痛啊 我不知道怎麼去跟他聊 年輕的你 然後 這些過去你遭遇在 發生在你身上的事情 你的遭遇 然後一直再去翻出來講 我覺得我做不到 已經發生的事情 沒有辦法再改變 但是 我會很希望 在台灣的我們 不會有一天再面對 再需要面對這樣的狀態 大家可以像現在一樣 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不管你要怎麼想 不管你要怎麼做 政府都是持著一個很開放的態度來看待 我會覺得說 他的經歷不希望成為 其他人的任何經歷 在創作人權作品的時候 要培養情緒 這種情緒 是很不正常的情緒 是一種 對心理健康有妨礙的情緒 所以 我玩露營車 我可以到外面去過戶外生活 離開我 離開我的工作場域 那我起初就是拿寫生當藉口 讓我跟我太太都心甘情願地 離開這個很熟悉的工作環境去外面 一開始寫生是什麼都畫 後來發現說 台灣的漁港 尤其東部東海岸的漁港很漂亮 我們讓範圍縮小一點 不要亂畫 亂畫是很浪費時間的 我們專門畫漁港 一個一個去找 一個一個去畫 哪一個地方畫得不滿意 再去一次 再不滿意再去 想去就去 所以 我們就這樣子 開始畫 台灣的漁港 幾乎 兩個禮拜要出門一趟 就去寫著漁港 畫完東部漁港後 陳武正透過玉山社的總編輯 魏淑貞女士 將太太與自己的漁港畫作集結成冊 並由太太陳玉珠撰寫內文介紹 共同出版了兼具旅遊書功能的畫冊 《漁港好日》 You know 我最近的畫這裡 使用的衣料比較薄 比觸也比較小 我認為這個跟 創作的欲望有關係 到现在这个情绪我想培养也很难培养起来 年纪比较大了 我到现在为止我认为我创作了那些人权议题的作品 我认为我已经对得起我自己了 已经数量质量应该都够了 这个题材被我压榨的差不多了 我年纪也越来越大了 这个年纪大人的体力消失这个事情是 有的时候会自己会有感觉 接下来就是等待历史的审判 怎么样审判每一个人的作品都要接受时间的淘汰 历史是很无情的 他会很客观的来批判我的作品 你的作品是不是政治宣传品 你的作品是不是艺术作品 我认为这种事情 历史会给我很公正的评判 我对得起我自己的经历 我已经努力了 我已经挣扎过了 我已经挣扎过了 你不要再扎过了 我认为这种事情 你挣扎过了 你不让我来扎过了 写真 我认为这种事情 öll把香港的内容 我认为这种图案 我能扎过了 the什么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